說完了美國政治 再要回到中美關係 誒說到中美關係 憑什麼每天都在談 這個近期啊 這個中國和美國之間 昨天我還特別看到來自Publico的報導 美國的一位高級外銷官在新加坡的時候 接受海峽時報的採訪 說每次我們給中國打電話 人家都不回電話 我們就感覺到這個兩國之間這個溝通之不暢 已經是到了一個程度 那有的時候呢 比如說下班之後 和平先生找我們有事 我們把他電話 把他給block掉 不回他電話 但是你說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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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時候 我們需要休息 兩國之間特別是涉及到很多軍事安全的層面 如果絲毫沒有溝通情勢還是很讓人著急的 但是近期也有幾個關鍵性的事件 可能會讓中美關係進入到某一種護欄內的正常軌道 首先呢 給大家提前預告 就是今天下午美東時間一點亞洲時間凌晨 在布魯金斯研究所 由美國的現任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對於美國對華經濟政策以及安全政策進行的一次全新的演講 那麼這一次演講呢 我們會在一點的時候呢 為大家進行現場的同聲傳譯以及解說 可民先生呢也會加入我對於沙利文的演講進行相應的評點 這是一個關鍵點 沙利文是不是會延續之前耶倫演講中的某一些和好善意以及橄欖枝的信號 成為了大家觀察的要點 第二呢就是兩位美國的高級經濟官員 一位呢是現任的財政耶倫女士 還有一位呢是美國的商務部長林檬多女士 在近期是否會訪華啊 那麼大家呢可能判斷是不是等到啊 這個中國的這個經濟最高層班子交接完成了之後 他們再到北京去 不然呢你說這個到北京見的是即將退任的領導 這還是有一點問題啊 那麼這個什麼時候發生 他能夠達成哪一些協議 特別是對於第三世界發生中國家的債務問題 能不能夠形成相應的共識 這也是一個觀察點 還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G7會議之後 布林肯是不是可以去中國 放話之心能否達成 布林肯一旦到了中國 是不是就會為拜登和習近平 在今年11月在洛杉磯的會面打下基礎 元首一峰會 那麼很多平時講不清楚的問題 還是有可能出現新局面 哎布林肯和伊倫的訪華和民進人有什麼期待 無論是布林肯還是也能 還是這個雷蒙多啊 去不去中國都不是在關鍵的 雷蒙多是最不重要的 因為在內閣成員裡面 它是屬於一個商業性的一個行為 美國的商業部吧 有人就把它當成第一是那個不寒曉 第二呢就是這個這個 它屬於應該叫美國國際商業推廣部 所以中國不會把雷蒙多這樣一個 雖然在民主黨輩認為是個政治信心正在隐隐上升 但是對中美之間的解決都不是最關鍵 最關鍵的還是財長比較有實在問題 第一方面啊就是中美關係不好的時候啊 以前的財長就是你曾經把你這個通知你成為哈佛大學的博士生的那個薩姆斯 他當時候是到了中國的南州還是什麼地方 建了當時候的總理 為當時候的中美之間的僵局啊 用錢軟化了這種強硬的關係 那今天的雅林女士在中國的政界也是很受歡迎的 雖然她也講了一些這個政府強硬的話 但是大家都理解那是政治官員們的一個門面的話 在內心世界裡面她是一個專業人士 她會知道今天的中國對於美國來講是不可缺少的 全球的財務的重組 中美之間的這種貨幣的政策的調整 離開中國那是無法認卷 就像中國離開美國很多事情沒辦法認卷一樣的 所以我特別震驚的就是美國的英國的新任的 這個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一句話 她說發動新冷戰是對國家利益的背叛 這句話講的多麼重啊 就是說今天如果你站在政客的立場來講 你要把中國打趴下 這是你美國的爭霸的心態 但是你即算是在冷戰時期 你雙方之間都有一個基本上的信任 現在中美之間已經缺乏了最基本的信任 你還去打還要去加油 只會造成撤毀人亡 中國當然是一個災難 美國也是一個災難 全世界都會在這一場 兩個巨霸的爭霸中間會出現 毀滅性的問題 中美關係現在在某種程度上 是在懸崖邊上 就看都想把對方推下去 結果搞得不好 兩個人都會下去 在今天我們有些節目裡面會講到這種危險的狀況 那麼布林肯先生呢 他是一位很優雅的 這麼一位美國的政客 但是他最擅長的是美國國會的這種協調關係 你看看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 他所表現的事情都是比較優雅的一個外交官 他不像之前的美國的一些外交官 那麼一種不能說破裂也好破壞也好 或者是建設也好都相當的比較弱 美國的權力對外就是掌握在總統手中 只有總統談清楚了 這件事情才好辦 那麼現在布林肯也好能不能 這個亞林士好去中國的時候 只是跟班農總統和習近平 能不能有今年在九年三等 這個兩國元首的見面 或者說 我忘了他們實際上次數是怎麼樣 還有一個在新代里舉行的G20會議 這兩國元首 今年至少有兩次這樣的見面的機會 要不要舉行高峰會談 如果要舉行 要解決什麼問題 現在中美之間到了這種程度 一般性的談已經沒什麼價值了 它不是一個某個事情 比如說 某個人被抓了 我們外交官到中國去談一談 把它釋放了 或者美國做了一個什麼事情 中國要跟美國的高峰 它不是這樣 現在是一個結構性的一種對抗 而這種結構性的對抗 就要兩個人想清楚 第一 習近平 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不是要把美國幹掉 然後我中國當老大 對吧 你把你的命運共同體 沒有美國的命運共同體 還是說 美國的全球知識 就沒有你中國的混 就是我美國知識 對吧 這兩個東西如果 不想清楚 那中美關係就是一種互相傷害 但是荒謬的地方是在什麼地方呢 各自都沒有幾個小兄弟 什麼意思啊 你別看美國全球跑得慣 別看習近平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 你真正哪一個國家 站在中國那邊反美國 沒幾個 再回過來看 美國兄弟一大幫 盲友一大幫 又是白月又是什麼大西洋共識 但實際上你要站在美國那邊 去反中國跟中國不做生意嗎 也沒幾個 對吧 除了利盗瓦克蘭算一個 是不是 你這就變成一個很荒謬的地方 他就是跟以前的這個冷戰陣營 和當年的熱戰是不一樣的 熱戰有法西斯陣營 對吧 多麼強大 那麼冷戰的時候 有蘇聯陣營 有西方民主陣營 現在不是的 現在這兩個國家實際上是兩個 這個 兩個人在選擇邊去鬥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個遊戲 荒謬的不能再荒謬了 就是說 明明都是對對方多不利的事情 都是在繼續往前走 所以我 就不同意現在的悖謊弄掉 為什麼呢 因為 不止是達到那種程度 你要真發生了 我也認為很快會糾正 因為 太不符合彼此的利益了 他甚至比俄羅斯清掉烏克蘭還要荒謬 對吧 你那個地方至少還有一個爭議嗎 我剛剛講的那個太陽能的故事 你們仔細去聽一聽 荒謬到什麼程度啊 對吧 你最開始的出發點是打擊中國人 對吧 最終的結果是 你還要靠中國人再去打擊中國人 你要靠中國人去破壞中國人 讓中國人到美國來吃你的補貼 你不是很荒謬嗎 但是這個遊戲如果一開始就不是這麼玩 奧巴馬當時就不是這麼瞎搞 對不對 那後來的 一系列是不是會繼續進行了 我不知道 所以 中美關係走到這一天啊 我們會講 是美國 真的是不能隱忍 中國的這個國家的崛起 因為它的意識形態 它的價值 它的很多的方法 跟美國不一樣 所以 美國在這個多元體系裡面 在國際社會裡面 要不要接受這個國家 現在是美國整個的國家的一個明星 一個政治官員的一個認知的改變 你現在 美國的民隊有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多少 是討厭中國的 也就是說 對中國今天的崛起 美國是整體上是不滿意的 那你中國人要考慮一下 我的民間共同體是不是要符合一下美國的利益價值 要不要跟西方的文明接近 還就是說我中國就是崛起來了 我就是跟你西方不一樣 所以這些東西你簡單的說 還是美國某個正確的行為 或者是簡單的說 是中國的某一種體制 都是太簡單 所以這就是 使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需要有非常多的思想準備 什麼叫思想準備 就是很多的觀念 很多的價值 很多的行為 超過我們原來的邏輯和原來的學養 好謝謝何頻先生